中国版支弩杆来了 高原运商员毫不费劲 挂上弹药就是攻击机 谁再说我们没有支弩杆直升机 这次它真的来了 而且是更加先进的无人版 众所周知 支弩杆直升机 一直是我们非常羡慕的一款美军装备 特别是其纵列双奖的设计 尤其格外引人注目 支弩杆最新的CH-47D型 最大起飞 重量约22吨 最大载荷超过10吨 堪称效率最高的直升机 没有之一 今年9月 由北京艾肯托科技公司研发的 MK400型无人机 在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 进行了多次测试 其中包括物资调运和商员转用等多个科目 并且实现了夜间 大风 冰雹等高难度飞行任务 可靠性这么强 未来正式列装高原部队 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果使用常规的有人直升机运缩 山顶又没有那么大的空地 可以进行起降 所以大部分时候仍然只能尖挑 被扛或者直升机空头 不仅费时费力 很多物资还容易损坏 现在有了这款MK400双旋翼无人机 就很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它采用重油窝轴发动机 动力充沛 续航能力强 一次能送200多斤物资上去 并且采用内置机舱设计 可以最大限度保证物资完好和新鲜 以后边防官兵顿顿吃新鲜肉和蔬菜 也不是没有可能 涮火锅啥的更不是奢求了 这么大的双旋翼无人机 那可不仅仅只能作为运输机使用 如果装上个雷达吊舱 那它就能瞬间成为小型预警机 驱逐舰和护卫舰的探测能力 将迅速突破地球曲线的限制 用于中继制导反舰导弹 也绝对是把好手